高雄市長韓國瑜他昨天開直播闢謠 他回應換語的謠言 他強調說如果這一件事情是真的話 那國民黨中央黨部就是腦袋進水了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被問到這件事情的看法 他沒有多做思考就馬上回栓 國民黨的腦袋還真的是常常進水 國民黨常常腦袋進水 這也不是 警覺他們會再進水 誰曉得 我跟你講 我兩黨的初選都覺得 現在也沒辦法去換什麼 我試過敬遷還是要去做個檢討 因為這種全民調 而且台灣在兩極對立 變成常常是對方陣營進來灌水 所以那個得票數 就太誇張了 所以我還有講 不管是民進黨這邊或國民黨那邊 我常常說韓國瑜是民進黨提名的 那個很明顯是大量灌水造成的 這個就是 雖然這個初選制度三心龍 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 只是說現在都已經走到這裡 要檢討也來不及 也許這一次過或者雙方要 雙方這兩個主要政黨還要對這個 這種總統出選的這種方式還要再想一下 因為這結果是很方便就對了 沒有什麼破局 不會啦不會啦還好 有參局過嗎 我就還沒有談過 好了好了 主郎太反暢你說 主郎太反暢你說你比較可怕 然後說亂講不是專利 他還質問你爬爬罩的經費哪裡來 這放心好了 我們這個叫寄生蟲戰術 發現我們只要出高鐵票 其他我們到哪個地方 我說不好意思 吃飯都會人家請的 民進黨沒有編總統預算 民進黨說沒有編總統大選縣市的預算 真的他這樣講 確定 他臉書 我勸他趕快撤掉 這個 這個涉及國家機密 不要告訴你 所以確實你有看到他們有編一些預算 當然是這樣 我不要跟你講細節 但是有時候講話要用常識 民進黨總統大選沒有編縣市的預算 你相信嗎 那你相信嗎 我不敢講 我覺得應該有編吧 我看到卓榮泰昨天回應的時候 我也想說 這給各縣市的經費沒有編嗎 好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叫寄生蟲 我們再說 出去給人家請吃飯 如果人家送他一張門票 算不算也是寄生蟲再輸 你這樣門票話也太大 不知道寄生上流還是寄生下流 親民黨現在 有人說他的聲望 自從他之前說支持一國兩制之後 他是一些親信 一些核心的幕僚都跑光了 親民黨好像他的聲望也越跌越糟 票房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他的聲望好像也不如以往 不過他現在有個東西 就是好像讓他突然變得很有政治價值 Ticket 對 因為他有一張政黨推票 推薦選總統的入門的門票 就可以讓這一些想要選總統的 但是可能會讓政黨背棄的這些人 可能最後他們就是要 需要一張門票 需要這一張門票 也許他9月13號就不用急著表態 不用急著連署 對 那這個門票 到底這一張這麼寶貴的門票 到底要給誰 現在有四個去處 四個可能 四種可能 但是這四個可能真是很沒有創意 就這幾個人 可是而且最後人家可能嫌這張票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當然就是主席御駕親真 對 可是因為他自己沒有意願 再加上 找不到附送 再選下去真的就是有一點 太累了 哀傷了 對 哀傷了 用淒涼有點過分 對 就是有一點哀傷這樣 剩下三個可能 如果給郭董 郭董他們自己有評估 他覺得 因為郭董其實他們幕僚都講過了 他們就是獨立參選 已經很明確了 為什麼選擇獨立參選 他們是有經過思考的 就是我前面講的 因為宋楚瑜已經擁抱了一國兩制 在他們的認知裡面 這個部分如果他真的批 親民黨的戰袍的話 那被打死了嗎 他不是叫他的好兄弟 不要去中聯辦嗎 就跟你講不要去 不要去中聯辦 結果你現在 你批的這個戰袍 他們的兄弟只是禮貌性的說法 對 可是問題是進中聯辦 這件事情是你 你覺得你不能認同的 那你怎麼認同 進了中聯辦那麼多次的宋楚瑜 然後拿一張門票給你 這個門票的負擔太重了 所以他們就決定 要獨立參選 不會受制於人 郭正寅認為說 親民黨的神像 這個還有紳士 已經不如以往了 今年4月 宋楚瑜到大陸 支持一國兩制 踏進中聯辦 拜會這些正義 郭台銘多所顧忌 所以決定要走自己的路 那第三個選項是誰 王金平 可是這個變成是宋楚瑜 要婉拒他了 所以他想要 要不到是誰 王金平現在不是在 弄一個聯盟嗎 對 他希望就把宋楚瑜 納進這個聯盟裡面 那這個門票 也多了他一個選項 也許他的28萬 大家還沒看到的連署 也許 也許就不用真的準備出來了 真的 大家真的很想看一下 也許有簽的可能 我今天有問中選會 不見得有那28萬 如果真的有用 我不敢說詞 我只是很好奇 就是到底 要不要拿出來 因為畢竟你覺得 王金平被問到說 那個28萬連署 人家說你中選會 萬一表格不一樣 你要重來 他只有四個字回答 怎麼回答 哈哈 我心裡想說哈哈 是說我28萬 你真的是 真的是覺得是真的嗎 是不是 內心的OS是這樣子 然後宋楚瑜有他的顧慮 就連王金平要見他 談這個聯盟的部分 他都婉拒了 那居中穿線 因為王金平跟李鴻鈞 黃毅交他們也都很好 就是拜託他們來穿梭 可是宋楚瑜 對王金平是有一些顧忌的 好 最後一個選項是誰 可批阿伯 阿伯 現在說不選 阿伯只有一個前提 就是郭台銘 如果他不選的話 那他也許就可以真的拿這個門票來選 或者是用連署 可是問題是同樣的問題 他如果要批親民黨的戰袍的時候 也許會掉一些份 那回過頭來講 現在已經傳出來 傳出說柯P已經惹火了宋楚瑜 來看這個部分 宋楚瑜他認為跟柯P之間有默契 橘白可以合作 可是宋楚瑜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立委席次 維持他在立法院的影響力 可是現在柯文哲自己組了一個民眾黨 搶了親民黨的票 所以宋楚瑜就覺得 你又要拿到總統位置 那你又要搶立委的席次 他怎麼受得了 所以他覺得雙方的共推立委候選人 大前提是柯文哲不可以阻擋 避免影響到親民黨的 不分區的政黨票 柯P阻擋宋楚瑜非常不滿 而且氣到一度要辭掉 台北市政府首席的市政顧問 柯P你記不記得他之前 在8月29號的時候有講過說 如果郭台銘9月17號沒有登記連署 那很難 我就找宋楚瑜商量說 要不要提名我 當時李鴻鈞就馬上出來大罵 說你這是消費 說你根本完全沒有跟親民黨聯繫 到處放話 把親民黨隨便的講一講 玩一玩 所以其實在當時 大家已經秀出來說 親民黨好像不像以前 這樣子舉白合作的時候 氣氛這麼好 叫你躺就躺 叫你趴就趴 那個狀況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這張門票是有人不要 有人是宋主席不要給 也是 有一點落差 如果是看劉的話 本來是一個尊榮的 本來是一個尊榮 本來是一個尊榮的門票 這樣弄得有一點很沒有價值 也沒有光榮 倒是民進黨這邊 現在 國民黨現在還在搞這些盤算 政治利益的交換 這個泛藍陣營其實 還在亂講 藍 白 菊 都還在搞這些政治的盤算 但是民進黨現在好像有一些 整合的進度了 花媽 陳菊 總統府秘書長 他代表蔡總統到日本去 就有一些海外的這一些 蔡英文的後援會成立 但是他到日本的時候 先到大阪 然後再到這個東京 又是大阪 可是他講了一些話 有點不一樣 他在大阪這邊講了一些話 他說很多海外的鄉親 都非常關心賴清德 要號召賴清德 支持他跟蔡總統一起合作 而且他喊出來 讓蔡賴沛守護台灣 讓蔡賴沛守護台灣 顧大局 讓蔡賴沛可以在2020 蔡賴合作之下 台灣可以成功的 台灣能夠成功 所以他在這一個地方 在大阪的時候 講了這麼多 可是這個時候一出來 消息一傳出 很多人就衝去 9月1號的東京的後援會 只為了聽他再講一次 蔡賴沛 可是他在東京 都沒有這樣講 你知道有人分析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在大阪的後援會裡面 有很多是賴清德的粉絲 就因地質疑這樣子 對 就他的賴粉很多 所以他是針對場面話 講給賴粉聽 可是問題 畢竟花媽的身分不一樣 他不是一般的立委 或者一般的 比如說一些奇蹟外圍的人士 他是代表蔡總統的人 他能夠這樣喊出來 而且是第一次首度的鬆口 大家感覺好像 是不是氣氛真的會有一點不一樣 還是說真的單純只是安撫 支持賴的台橋嗎 不過除了這一些整合 現在蔡政府更要端出來的就是政績 但是這一些政績 如同我昨天講的 當你在做政績的工房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對方提出來的政績 你要去主意的去破解 去看出一些貓力 比如說當政府在喊說 我們財商回流 多少錢回流 或者是說我們現在這個經濟多好 幾十年來最好的時候 或者是講到說 我們已經變成了 亞洲四小龍之首 這個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不是我念歷史課晚的時候 讀到的 我跟你講亞洲四小龍之首 我感觸最深 因為到這幾個國家晚的時候 完全感受不出來 我比他們有錢 這個就很明顯 那怎麼會突然說 我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我非常訝異 但是今天聯合報 社論就有主意的去破解 他說蘇貞昌不是很自豪 現在經濟很好 可是他們不願意去講 是從7月開始 景氣已經連續的呈現衰退的藍燈 從去年11月到現在 9個藍燈 但是蔡總總的說法是說 因為是第9個藍燈 所以持平 對 居然這樣也可以講 也可以講 然後還說我們現在 回到四小龍之首 台商回流資金突破5000億 說穿的都是暗夜吹口哨 幫自己壯膽 那真相是什麼 真相是經濟部8月下旬 公布了一個數字 我國7月外銷接單的數字 總金額只有409億 一年減了3% 那財政部公布出口資料 從去年11月到今年7月 拉出了8根的黑棒 只有一個不一樣 就是今年6月的時候 只有微幅成長 0.5% 可是7月馬上又跌下去 所以變成說 其實我們的這些接單 是不好的 那到底什麼是 重回四小龍之首 來看一下 其實就是今年第二季的 經濟成長率 比其他三條龍 稍微高了一點點 可是你不能只看 某一季的經濟成長率 那是非常奇怪的 那你要比什麼 比大家口袋 那GDP平均的話 年平均的話 新加坡人均GDP 是5.8萬美金 香港是5萬美金 南韓是3萬 台灣是2.5萬 我們不到新加坡的一半 我們是人家四小龍之末 這是我剛剛講的 這種數字不用騙人 你常出國到這些國家去消費 去看看人家的經濟活動 你就知道自己的地方在哪裡 這種數字 你拿某一季的經濟成長率 略高一點點 這樣來告訴大家說 我們成為四小龍之首 我都替他尷尬怎麼辦 對 現在更不要講說 幫我移一下 來 我幫你移一下 昨天這個報紙裡面 有出現很多半版的 這一些養豬協會登的廣告 他說非常感謝蔡政府立庭 蔡政府豬肉出頭天 政府防疫真夠力 說是有史以來史上最重視 畜牧業的這個執政團隊 可是黃指責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黃指責 他說這一些錢 都是農委會出的錢 包括之前7月餘會這個廣告 跟這一次昨天登的 這個養豬協會的廣告 全部都是農委會 但是他覺得有幾個問題 你既然要用農委會登廣告 你就應該 因為公家政府的機關錢 都有規定 政府廣告是必須要署名 要落款的 可是你用了協會的名義 然後偽裝成是協會的廣告 他覺得這個 協會你這樣子去登 那當然也是幫政府講好話 而且這兩個 如果你講了 我就發現其實這兩個格式很像 非常像 應該是同一個單位做出來 而且用的是公塔 用的是公塔 不過我換句話說 我覺得這一些被署名的單位 也許他們也是認同 不然就會出來抗議 也是 一定是認同 只是說 畢竟是政府的錢 這樣做 可能大家還是有一點疑慮 好 說什麼 九個月來韓國一段市長 高雄招商是零 又開始了 不要錢 然後自由電子報 跟著打 叭叭叭叭 招商是零 真的如此嗎 黑韓真的是 講的是對的嗎 跟各位網路上都有報告 我剛才八個月的市場 我們高雄市 今年招商累積金額 預計要到2400億台幣 民間投資1840億 促參招商590億 前八個月來 民間重大投資1840億 我們都有效率 新增加就業機會 大概在15300個機會 全部都有名稱 然後呢 他就黑韓 招商是零 然後自由時報 電子報就跟著打 打完以後 網路上跟著殺 就把韓國瑜呢 變成一個一事無成的人 這就不用負任 我們所有的資料清清楚楚 那麼目前為止呢 我們出差案簽了 預計有27個案 民間投資會590億左右 我們要報告的是 康毛山區 在亞洲新灣區 是高雄市的鑽石地帶 前市政府 曾在去年公告 這是千真萬確 完全正確 但是沒有任何企業 廠商參與這個投標 這個也是千真萬確 所以為了配合中央 我們整個都更條例 我們新的團隊 在今年8月15號 重新公告照上 We care 又來了 You care I care OK 因為你隨便講 不用負任任何責任 現在到底誰care呢 這個罷免的事情 I care too 你看他講了很多事情 其實是因為最近 我個人覺得好像是因為 韓團隊的人 開始在打氣爆 所以花媽的人 就開始在臉書上攻擊 說韓市長好像招商 經濟方面做得很不好 要轉移一些焦點